好,同学,今天早上我讲的话呢,是这个example,我没有写答案,现在我已经写上来了 好,同学,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一章节话内容很多 所以我讲的东西的话呢,我不是要你们把那个笔记呢 笔记的话呢,全部 就是印下来,那作业也是印下来,你们要全部要写完 网课还有作业是20分,很重啊,你没有做的话,你拿不到分数啊 好,现在的话呢,是你们看这个部分,这个话是属于example 4,早上我没有讲的,现在我就讲 好,这个是第一个,你们看,number of turns 是30,area,给你了 那它在一个uniform manifold里面,所以意思是说呢,这个coin呢 我把它放到一个manitifield里面,它是属于uniform,然后它怎么放呢 它就给你,跟这个coin是乘90度,90度,就相当于是这个 OK,假设这个是我的coin,老师,有人家还在waiting room 奇怪哦,我已经按了呢,那个谁叫做 我懂了,我已经admit了 好好,按了按了,看他们可以来 老师,不要暴躁,老师你冷静一点 不是暴躁,我很紧张,因为我发现,原来是我上到一小点罢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回去拿那个课程啊,六月份的课程啊,要把电池学上完, 圆周运动上完,然后work power energy那边上完, 同学,哇哟,最近三章没有上我落后,我们的课又少,本来课很多变很少, 太多东西还没有上,我怕上不完了,不是什么? 我紧张是因为我怕上不完,OK,我们就不用讲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话呢是 OK,好,我们现在看的话是这个,因为课上不完,然后你们礼拜五又没有课了 嗯,好,这个是我们的磁场,假设是进入了,因为它是perpendicular嘛 它讲perpendicular,我只是要画给你看,它是这样perpendicular,假设我的coin是这样 所以同学有很多磁场先进去,所以就会有magnetic flux,OK 有没有chain的话,你就看这个题目了,这里呢,还要你算induce mf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要你算induce mf,一定会有什么,这个东西一定有变化,有这个变化 有这个的变化,我用微分写就是d5 dt,要有这个变化,然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告诉什么 the magnetic field increase,所以从这个,它增加,增加变成这个,在20ms的时间 好,这个是我们的formular,你注意看一下,我每次教你们,我不会直接写 不会直接写这些东西,不行的,你们一定要有formular,然后 substitute 进去 然后你们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磁场改变 所以话呢,是n跟a抽出来了,因为它们是一个定值,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笔记那边,为什么我要这样教你 因为我要让你们去看,好,这个笔记呢,是代表是lens law,它就告诉你感应电流的方向 所以我叫暂时放,没有关系,不受影响的 OK,好,这里b对d的微分,那么你可以看到n,它给你30吗 a,它给你的面积,这是面积,然后呢,这个话呢,就是你的词的变化 那词变化呢,后来简言来的,你的这个bf,简言来的,f是final,简,initial 会吗,只要是chain,final,简,initial,chain啊,所以话呢,是你看increase to这个 所以本来是这个,所以这个是final,这个是initial,那为什么我可以自己写,因为我的formular是dbdd吗 代表是b是一个变数,所以后来简言来,那么我们的b的单位是tesla tesla来的,OK,然后我们的时间的话是20ms,这个不是meter啊,这是时间嘛 所以ms,ms,ms是10的负3,所以你们每一次念的时候,你要这样记得,那你就会了 然后你算到负1.24V单位是因为你的induce mf是Volk的单位来的 那他问你呢,你的induce mf多少答案是这个 所以1.24V,那个负3是没有关系的,OK,如果要你答,1.24V 好,看b b的话,你看decrease 所以decrease的话呢,前面这个都是一样的,跟上面一样,我就不解释了 我们看这里,所以后来是0.036V,原来是0.42V,好,同学,我们的变化是后来简言来的 所以后来是这个,原来是这个 好,你的时间是30ms,带进去 所以这个减的话呢,会有一个负负得证,就得到证了 所以的话你的induce mf是多少?0.15V OK,好,那么加下去,你再看c,c给你的话呢,decrease 一样,减少,变0,所以这里是0,减掉它 然后前面那个全部都是一样,时间是50ms 好,那么你们去算induce mf 好,你算到induce mf1呢,这个题目的话呢,是0.63V 好,可以看d,the magnetic chain,所以这个磁场的变化 我要问你是这个东西还是什么 它给你,the magnetic chain and the rate 这个,所以我要你是,我给你的话是这个的变化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Tesla S-E吗 所以我给你的话呢,是磁场对时间的变化率 同学这个rate的话呢,中文叫lue 所以是变化率来的,rate of chain of我们的 magnetic 所以这个,所以这些全部前面有了,你只是带不了 ok,那你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呢,这里有一个负号没有关系的 那我问你induce mf多少,就是答案 这个induce mf多少,0.63V 这个induce mf多少,0.15V 所以同学你可以看到,你的磁场的变化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你得到的induce mf不一样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全部是要让你知道 你的induce mf会产生,如果,那这个产生变化 b,这两个是固定的 这是我们的formular,这是我们的definition 好,再看e e的话,the coil is rotated for its initial position about its surface 30度 它用0.26秒的时间转 转什么?30度跟它的面 好,我就是这个,这个是原来的 这是我转的 那么呢,它的这个题目已经告诉你的话 你的磁场跟你的coin本来是90度嘛 所以我就画给你 这是黑色是本来的 那这个是磁场 所以的话你的磁场跟coin原本是90度嘛 给的嘛,我画有密的嘛 现在是我让我的coin转 那转的话呢,是让它的面跟它的话呢 变成是30度角度 所以这个30度是这个的角度 好,同学看 这个黑色的到这个黑色是90 所以这里30,所以这里60 红色到这里红色的是90 所以这里是30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30度 那30度的话,你的b是这个方向 所以现在的话,你在这里 所以你把你的b分解成这个component bcos 当你把分解bcos30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vector a是哪个方向? 红色的啊 这个方向,跟它已经是同一个方向了 看到吗? OK 那么呢,你再看一下 我不管转不转哦 我的a都没有改变嘛 a这个定值是我的b改变嘛 对同学 所以现在我的b的话是后来的 是这个 原来是这个 你看 本来是b,这里多少 0.42 这个题目0.42啊 0.042 那后来的话呢 是bcos30 当然有变化啊 所以这里,你看 OK 那你就按去算计 它用的时间是0.26秒 所以这个 所以同学,像考这种题目 我比较会 建议同学 画那个图 要不让我 你不明白 为什么这里cos 这里sign等等 你不明白 你一定要 必须要画 像这里的话呢 它告诉你是 你转的时候 跟initial position的夹角 变成30度 所以你的surface 我考虑这个initial 就是后来的 夹角30度 我就配合它 那我就知道我怎么去看了 OK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所以像这里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同学 你会发现什么 它的磁场 没有改变 你知道吗 这个 那改变什么 它转动那个线圈 当它转动线圈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磁场线 进入这个线圈的 不一样了 对吗 同学 不一样了 因为本来是B 后来不是B 后来是B cos 所以你的磁场 不一样了 所以你正在转动的时候 你从这里开始 慢慢转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这个磁同量 都一直有变化 OK 只有变化 所以这个话是 在这段时间里面 它去算 它的变化 在0.26秒的时候 所以你算到的这个呢 等于是0.016V 这个是你的induced mf 有没有问题 OK啊 好 这个题目 我就算完了 所以同学 这个部分答案 你们要全部写 等下我就 send过去 给你们答案 你们听咯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的情况 这个话呢 跟那个刚才我给的题目 早上上的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 看什么 B对D的关系图形 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磁场 是变数来的 所以你的magnetic field 是various return 那怎么样 various return 你看这里 0 哇 这里4秒末 它变0.38 Tesla 那从4秒到8秒 它慢慢减少 到这里变0 过后呢 8秒到10秒 这段时间 又从我们的这个0 慢慢慢慢变成是 后来是负 0.19 那过后 再重复的0.19的话呢 又再变成是0 那这个等于是 你的B随着时间改变 总之是B是一个变数 那既然是B是一个变数 从这个方程式 我让你先知道 这个5是等于NBA 然后你对它为分 对它为分的话呢 N跟A是常数把它拿出来 是B对D才是为分 因为B是一个变数 variables 所以B是一个变数 B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的话呢 就是我们学的为分 这个情况 那B对D是什么呢 是这个图形的协力 你要明白 所以你要看 所以我们看0到4 你们就看这段时间 0到4 所以我们的协力的话呢 是后来是0.38 原来是0 那时间是4 这里是0 所以这里是4 所以你算出来 负 0.0 0.228 好同学 那这里的话呢 是我要你算是 induced mf in the coin 在那个时间间隔里面 这个 那下面这边的话 因为我要你sketch sketch什么呢 graph induced mf against time t 所以同学 你在算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省略掉这个负 你一定要放负 你一定要放负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 你拿到是负 0.228 这一负 0.228 看这里 那为什么会有 正有负呢 你的磁场 注意哦 你的磁场变大变小 将影响到感应电流流动的方向 我后面会再讲 那个部分 怎么样会去影响的 你们现在先学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题目很多嘛 所以画呢 是一个一个带来的 所以呢 你们在画这个 为什么有时候是这个 为什么有时候是正 为什么有时候是负 因为感应电流流动的方向 不一样 OK 不一样 然后再看4到10秒的这段时间 好 你算到完这里 好 同学你看 这个是一个strict line 学术学 你明白哦 只要是一个strict line 你会发现gradient是一个定值 所以同学 这一整段这个时间里面 他们的induced mf是固定的 所以你看到完 你不要看4到8 8到10不用看到完 因为写力是一个固定值 所以你看我们的写力 可以看 这个是原来 是后来 所以的话 我们再算写力 是后来的 后来的 减掉原来的 这个是你们的数学 Y2减Y1除X2减X1 后来是负0.19 原来的话是0.38 所以负0.38 你时间这里是10 这里是4 所以10减4 OK 我全部写给你 作法怎么来的 这里呢 本来有一个负 OK 好 这边的话 你们再看 这里的话 你得到一个负 负负得到 怎样 正 所以正0.38 4到10秒 是正的 0.38 这里的话 你们就画虚线 每个同学 你们都要会画 我已经教你们 这个部分了 你可以看到 早上我给你们看 那个是真正的 同考题目 要不然等一下 你们不会看 OK 好 过后的话呢 你们看10到14秒 什么事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那个Induced EMF 它复合一是 另一个方向 对啦 很好 你问的话就对了 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刚才我讲 Induced EMF 不一样 你的Induced color 也不一样 一个正一个负 方向刚好是相反的 OK 等到回到课文 因为这个是我特地 把它移动下来 就是故意写在这里 画面要回到 那个内容那边 我才会有 所以同学 这个正负号的话呢 是如果今天 你拿一个work meter 带进去 然后它是属于交流店的话呢 如果前半段 这里是负的话呢 它偏向这里 过后的话 你的成长 持长的话呢 减少了 它变得偏向这里 所以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电流 是不一样的方向 因为你的电压 是不一样 有正有负的一个情况 OK 好 10秒到14秒 这里的话 10秒到14秒 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 那这里的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是你的b对b一样 你的因为是 后来是零嘛 所以后来是零 减掉这个是我们的公式嘛 然后这里呢 负 0.19 你要注意呢 数学哦 你不能说 完全忘记它 所以这里 负负得正 正负得负 所以一个负 OK 然后你就算出来了 你看这里是负的 我们的图形是 Sketch 没有错的同学 但是你大小的区分 0.38 比较大一点 0.114 比较小一点 0.228 当然是比较大一点 下面那边 所以你们画这些东西 它的scale的话呢 你们要按照逻辑概念 不要没有逻辑概念 我负只是direction而已 所以0.114 这个值 跟这里的话呢 你看 所以的话你要等 因为它们是倍数关系 所以的话 你不要画到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这里0.38 你看 比较高一点 你看这里的话 0.228 比较低一点点的一个情况 从这里到这里的value 所以你们都会画 所以我们在画 你这个Sketch的时候呢 你们有物理量 我们的Islam就是 我们的indicms 单位是Volk 然后这里的话呢 时间 这个时间的符号 这里的话 stroke什么单位 全部要有 不要上去 轻轻去组 所以你们把它补上去 OK啊 好 我们再看这个题目 Example第8 Example第8的话 Coin是50等 好 你可以看到 它给Magnetic Flux Chain 从这里 Chain到这里 Magnetic Flux 那意思说呢 我给你的话呢 是你的 我们的给你的话呢 是这个 从这个 去到Final 这个就是Final Final的哦 所以的话呢 变成是什么 你的Magnetic Flux 有改变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Magnetic Flux 的符号 同学 这样写啊 这样 念成Fly 这样写啊 你不要写奇奇怪怪的符号 这是人家规定啊 就是我们国际的书本的话 都会用这个符号代表的 所以话呢 你可以看到 我拿这个 我拿出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要你算 If the coin 或是这个YZ Average Induced EMF 的一个情况下 Induced EMF 我要怎么算 N等于是50 D等于是7.0 Millisecond 你可以看到 我把它带进去 那我可以写这里是 因为它给你的 是它的Magnetic Flux 那么这里的话呢 N固定了吗 它给你 不可能变咯 然后呢 你的这个 这个Coin的话呢 它的面积已经给你这个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写这个 当然有原因咯 人家给你Number of Turn 又给你Number of 那个你的Cross Action Area 当然这两个是定值 当然抽出来 当然是这个变化罢了咯 好同学的话呢 是我们把它带进去 然后这个是什么 什么公式呢 OK Magnetic Flux 一个情况下 所以换的是 这个话是我们的 OK 把它带进去 所以是0.14 跟这个 除以它的时间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同学 我应该是写会比较好一点 我不要这样写话 你知道我要怎么写同学 我可以这样写啊 我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 Final 因为它全部已经算好吗 剪掉 Initial 会更好一点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这边 你看不懂 你们用这个关系好了 Initial 除以代 我按照这个 Defination 我这边不用 切去这边了 OK 这里有一个 复化 所以同学 这个呢 Final 0.14 这个呢 Initial 是-0.56 那时间呢 是我们的 7个ms 好 你算这个的时候 你算的话 这样算得很爽哦 那你算的话 只有一个圈 他现在是50圈吗 所以的话呢 前面那边 关乎你要乘上50圈 OK 乘上50圈 OK 然后的话呢 是你要乘上什么 它的面积 你要乘上它的面积 所以的话呢 如果是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的话 你要用这里的话呢 是去讨论到它的整个情形 OK 你这个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我们回到课文 OK 好 老师 什么 这什么刚刚 那个要写回 那个 什么 In-DU-C-M-F 啊 那要写回 真 实乎 哦 你看 负负得真 负负得真 没有 算到是负实乎 哦 负实乎 对 那个的话 就可以放负实乎 如果问你 In-DU-C-M-F 你可以回答实乎 那如果是 画那个作标图 当然是你要有一个负实的 OK 好 今天早上呢 有一个同学问问题很好 问题是在这里 哦 又是那个C题 C题 C题 C题是哪一个啊 等一下 不是 我还没有开吗 那个C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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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有了 不对 我还没有开到C题 OK 等一下 我去开那个C题 好 同学 那个 刚才那个部分 问有问题吗 会了吗 OK 这边 你把它填进去 好 今天早上 有一个同学 问问题 我看到 他在团队里面 他写得很好 他说 那个题目是在外面 我还没有去 我再去看一下 我可以拿到吗 等啊 哇 哇 等着 OK 好 同学有看到吗 No 回答 有 同学有看到吗 新的 有 因为我要知道 我换换换换 因为我开了那么多 我今天早上有一个同学问 问这个问题 他讲得很好 他说 老师 这里move to the coin to the right or left direction 怎么样会形成 In this MF呢 他讨论是这个题目 OK 他问得很好 我已经想到答案了 怎么回答 你看到你们问的问题 有的同学是静静坐在那边 不明白 OK 你看这个 这题目的话是2A 因为刚好有同学在问 他说 老师 向左向右怎么会形成 In this MF呢 因为 它根本是manity flux 没有变化 因为都是一样 同学 你要加上一句话 向左或向右加速 Excel rate Excel rate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同学 向左向右Excel rate 它就会不一样的 你知道Excel rate是什么意思吗 来 快点回答 夹速啊 夹速什么意思 意思说是 你呢 向左向右 你的速度不一样 OK 假设向右 你把这个东西向右 这样移过去 你的速度不一样 你切割的情况一样吗 不一样你知道吗 不一样的 因为你的速度不一样吗 你的速度不一样 你的变化力就不一样 同学 所以呢 给同学说 老师都是一样啊 向左向右 那你就可以是 把它加上一句话 Excel rate 所以的话呢 向左向右是Excel rate 第二个的话呢 是因为它给你的话 是你不可以改变磁场 那怎样形成 Induce MF呢 我可以移动的话呢 我的速度不一样 我的速度不一样 变化力不一样 我用的时间不一样 啊 真会有Induce MF 第二个 这个的话呢 是改变它的形状 我让这个快的话呢 我把它弄 我用我的手去把它拉 可能我是向这个方向拉 左边右边这样拉 就像刚才的题目 第一题我们讨论 第二个话呢 可能是我让我的手 让它的面积变小 我把它捏进去 都可以 好 第三个话怎么样呢 可以转动 那转动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 你们想法想象 因为这个题目是这样 我没有办法 你们把它想象 这个XXX 就是进入你们的桌子 桌子啊 第二个话呢 是你们这个东西 你们把这个块 你们把它想象成是 你们的书本 然后你把你的书本拿起来 然后转 你转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 你切割的磁场线 一样吗 同学 跟前面我们所讨论的 我们的块 Rotate Rotate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B进去 再也不是垂直方向 对不对 所以话呢 你就可以改变了 所以话同学 有很多种方法的 懂了吗 所以呢 这个1 2 这里的话呢 是它两分的吗 所以话呢 它给你的话 是两个method 第三个method 你们可以讲什么 Rotate 你可以Rotate 你的整个块 你Rotate你的块的话 可以clockwise 还是 anticlockwise 转 拿起来哦 转哦 所以这样一个 你要看你的转轴在哪里 你转轴在哪里 这个情况 去转 你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题目 第二题这里 这个题目 好同学 这个的话呢 是closed loop 就是broken loop 好 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这个铁块 本来是没有带电的嘛 然后我从这边放下来 那么这个话 我是从这边放下来 所以这个一放下来的话呢 就想来是怎么 这个东西呢 这个导体呢 它进入磁场 而且它有运动哦 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 我们怎样形成我们的磁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必须要去运动 OK 运动 运动的话 either one 所以像这个题目 这两个题目是 magnet not move your coin moving 那你coin moving进去里面的话呢 它就好像是有很多磁场线呢 都通过它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它在下去的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它会有一个重力的作用 所以把它拉下去 那但是的话呢 它在下去的过程当中 像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有磁场的变化 所以的话呢 它就会有induce mf 所以呢 下面这个题目 它问得很好 它是这两个 loop里面 它说 one of which is broken fall from the top and pass through a bar of magnet 它问你 difference in time taken for them to fall 三分 这个是真正同考题目 所以的话同学 如果是你没有去想到的话 你想简单 哇 你回答free fall motion不了 那你就完蛋了 这两个 如果没有磁场的情况下 真的是有free fall motion 那这个的话 虽然是有磁场 对它来讲没有作用 所以没有induce mf 这个真的是free fall motion 但是这个的话呢 同时有感应电流的流动 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答案是 谁比较慢呢 所以我这里写给你的话 是我的这个图形的第一个 它用的时间比较长 看 by taken in figure 这个 is longer or larger 也可以 than这个 为什么呢 the direction of induced current is 这个陆路的话呢 flow in insha dead a post anametic flux while no induced current 这个 所以意思是我们呢 这个东西呢 它在动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环哦 人家的话 我看到上次科学云的话呢 我们都有做这个实验 那些教授他们有带来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很清楚 同学 这个东西的话 它掉落这边 它没有那么快 它比较慢 这个很快 它下去 因为呢 没有induce mf 产生 但是这个呢 有induce mf 产生 那么当induce mf 产生 所以你注意 这个n的话 在这里 同学 我们的磁场像哪里 来回答 上还是像 ng在这里 快点回答 上 对 磁场是这个方向 你磁场是这个方向 你知道吗 就是磁铁的磁场 这个方向 所以呢 变成是当你的coil 下去的时候 等于你的coil 是靠近n级 靠近n级 它会怎么样 它要排斥 那么你要排斥的话 你会怎么样 你要排斥的话呢 是你的b 必须要怎么样 才可以排斥它 同学 你试看 用你的手 你用你的手 用哪里 用你的右手 你觉得 你的thumb 应该是向上 还是向下 才可以uppose它 才可以反抗 这种情况 上还是下 下 对了 你的thumb 变成是向下了 所以向下话呢 你可以看到 你四根手指 你发现 你得到感应电流 是这个方向 你感应电流 流动方向 是uppose the chain 那意思是说 你要让它下去 它呢 这个东西 uppose它 它就把这样 撑托它 把它推上去 所以 它用的时间比较长 而这个的话 马上下去 就是因为 它只是受到 重力的作用 所以它就把磁场 对它来讲 没有任何的作用 是因为这个地方 是blocked 所以它是blocked 它等于是skid 的话 是not complete the skid not complete this one is a complete skid 所以就会有 induced MA 产生在这里 所以它就会有 我们的感应电流 感应电流流动的时候 叫uppose the chain 这个部分呢 我在后面会讲得更多 OK 同学 这个话呢 就是我让你解释 所以有的同学 就是因为 刚好问我这个 所以我回答这个 好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还没有讲 因为这个是转动 好 你们看第三 因为这个话呢 是我有讲过的 好 同学呢 第三题的话呢 是历届考题 我写在这里 2007年 OK 你们也是一样 我讲过的东西 今天你把它做完功课 把它填上去 你不要再等 你在等不够时间了 OK 好 同学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你看它给你 Calculate the magnitude field intensity b at the point 18cm from the wire 你算这里 磁场的强度 等于多少 那这个是什么 电流的磁效应嘛 所以你要会看题目啊 你不要说 老师这个什么 哪一张 哇 这个是在讨论什么 有电流在 strict wire OK 电流大小是 6.0 安培 然后我要你在 18cm的地方 离开它 18cm的地方 去找出来 它的磁场的强度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 就用这个公式吗 这个是strict wire的吗 OK strict wire的 那因为 它有A跟B的部分 所以我为了区分 我呢 都会讲 这个呢 叫做I1 这个呢 叫做I2 要不然等一下 你不知道我算哪一个部分吗 所以的话呢 这个我先算I1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公司 strict wire的 它形成磁场 μ0I1 2'R 那R就是这个距离 μ0是4πx10 -7脂肪 你们这样念哦 那么这个电流是6.0A吗 6.0 那2'R R是这个距离 18cm 换成meter单位 18x10 -2 那磁场单位是Tesla 你不要第一棒念 那念出来那个Z Tesla 好同学 你就可以算到磁场的强度了 OK 好同学 磁场本身是Vector还是Scalar 回答 回答 它是Vector 你不要写到这边 你就停下来啦 你写到这边 什么东西停下来的话呢 我就晕倒了 一直交来交去 交不完 它是一个Vector 你还记得我讲的吗 你们去看STPM的书 我讲啦 你们去看STPM的书 我全部有给你们Scan过去 已经给你们了 你看STPM的书 Title是Magnetic Field 我讲的那个题目 你们怎么样去Present你的Answer 你们一定要去看 你去看哦 所以像这里的话 如果是你用右手 我们啦 那个right hand grip 右手啊 同学 OK 好同学 你们用右手 你认为 在B点磁场是进去指章 你这个来讲 进去还是出来 回答 进 你没有用手比 你都不知道它的direction 同学 真的是进去指章 在这个位置 你看你用你的右手 Thumb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Four finger direction of the field OK 这个题目就算完了 direction你们懂 Into the paper 这个你们就来看 Into the paper 你的direction 我这边用那个写来讲 这个是你的magnitude OK 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它要你算 Another wire Length is 30 Caring a current is 30 3.0 Place at the distance Separt the end parallel to the first wire Determine什么 Four finger Four finger on the second wire 好 你看同学 我有两个公司可以算 E 用这个公司算 第二 这个公司算 OK 如果你算这个公司 这个的话 Formula For two parallel straight connecting wire 你记得我讲的吗 你要背起来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公司 如果你用这个公司 你要明白 这B的话 是外加磁场的 I的话 是它本能的电流的 L 要不然 你全部算错 你不懂 是E还是2 你搞不清楚吗 那你看我要算什么 Determine the force acting on the second wire Second wire This wire is the second wire Second wire 我要你算 在这里 得到力 好同学你看 这两个 parallel conductor 是怎么样 Same direction Right Same direction 他们之间是 受到什么力 得到什么力 Same direction 快点 详细也是排斥 排斥 详细也是排斥 详细 详细 详细对不对 如果详细对 I2而言 它的力向哪里 得到是这个方向 详细的力对不对 它的力真的是这个方向 你都没有去背起来 你不会 那你也是可以去算出来 算什么 你用这个公司 你就会懂了 用这个你算到manitube 然后你用什么 用什么 VIL 这个力 是什么力来的 我们讲 快点 什么力 Ampure force Ampure force 你用right hand or left hand Flaming left hand or right hand 很好 Flaming left hand 你看我这边 写给你们看 所以有时候 你去做题目 你要去想起来 我讲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 我们都在读不完 Flaming left hand rule Left hand rule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力了 这个 Left hand rule Left hand rule 这个 rule 就不写了 要不然再写的话 时间不够了 很快 剩下两分钟 不了 OK 这个话 是你可以知道 你说我不懂 Left hand hand rule 没关系 同学 你记什么 看我讲的 Same direction Parallel conductor 所以这两个 Conductor之间 形成什么 Force Attraction force 对吗 For我们 I2 Direction is due to the Left 你懂了 如果是你用这个 Formular 你算 你都不用去管 谁是外电厂 内电厂 这个题目刚好 是这个有算 之后 直接带进去 I2是后来的 L是它的长度 要不然你 算这个的情况 你也是一样可以算 他们的力都是一样 答案都是一样 所以如果像这个的话 比如说 第一个部分 我没有要你算 磁场的强度 我要你算它的力 你直接回到这边 Mu0i1i2这个 然后你背什么 背两个电流平行的 相同方向 它们是相细 你就会画出来那个力了 相细的力 所以这个值 你就算都来了 可以带进去 就可以找到了 有没有问题 所以的话呢 它的方向向哪里 向左 回答 向左 如果是 你用Flaming Left Hand Rule 一样同学看 磁场 磁场 这个磁场 是给它 在这个位置 刚好刚才我教你 讲的话 得到是进去的 对不对 这个是进去的 你要算在B点 这里刚好18吗 你用你的左手 快点 磁场 进入我的这个白板 电流 向上 像这里 然后这个力 像这里 对吗 同学 回答 Flaming Left Hand Rule 注意啊 first finger director of field 指向这个白板 current 指向上 因为它向上 你的腿 得到是哪个